每个人 不管他多大 他都要为自己的行为去负责任 我有负责任呢 不够 或者说你把很多自己的经历 自己担的责任给扭曲了 就比如说 你为什么现在有这种心理 让我们都不明白的 可能跟你过去有关 对吧 跟你曾经有一次失败的婚姻 而恰恰那个失败的婚姻 就是在你二十多岁的时候发生的 当时你不懂很多的事情 但是现在你要为 你所做的那些事情要负责任了 对吧 对啊 你曾经有过往 所以现在你试图想让自己成为一个 大家觉得你很负责任的人 你是不是这么想 至少在你的父母面前 至少你是想在他面前 有一个这种有担当负责任的男人的形象在 包括自己周围的朋友的眼光 对不对 对 你生怕别人说你是在骗这个女孩 对不对 对 但是你想想你做的事情 都是在做不负责任的事情 你怕别人认为你不成熟 你怕别人觉得你又是在从导负责 对 我末末隆隆的是可以明白你那颗心的 但是你做的事情真是 事与愿违 你伤了所有人的心 我不爱你 你跟我你就错了 你要这么反而还直接点 人家走了 但你偏偏是又做着让人感动的事情 让他如何能取舍 想离开你 你又是在爱他 不想离开你 你又是在哄的 骗的 不肯给他一个名分 而这个名分仅仅是男女朋友这件事情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不敢去承认吗 如果说现在 真听我说两句话好吗 好 如果说 因为我经历过了 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说 父母愿意 然后见了以后 不愿意 即使不愿意 也会问你 朋友也会问你 什么时候结婚呢 父母也会问你 打算啥时候结婚呢 我父母都是农村人 狐狸刨神 种了几亩地 我不想用他们的钱 因为给我操事一回了 我不争气 我觉得 我想考我自己 你说出来了 OK 不用说太多 你有说出来了 其实肯定是第一次 重新的需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